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监察院八处慌张的模样 人们就知道 这个传言一定有极高的准确度 只是圣天子在位 汉提斯终究不是陈平平 他无法一手遮天 也不敢将所有京都爱闲聊的人们都请去拔出喝茶 终究还是只能目瞪口呆 看着事情逐渐扩大 比如 昨天被抓的人 今天又被放回来 这就是证明 于是乎人们不再怨恨年轻的汉提斯 做出这样大忌讳的风言录事情 反而对于这个前途未卜 生死难知的年轻官员感到一丝同情 毕竟范贤这两年在庆国获取了极好的名声 不论是狱内狱外 也为朝廷挣了太多的脸面 一想到他马上就要倒霉了 百姓世子们在感情上还是有些倾向的 尤其是想到他的母亲 当年似乎也是因为一桩莫须有的谋逆案 消失无踪 叶家 哪个叶家呀 这时候 酒楼里边忽然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傻乎乎的问道 他已经听了半天 却始终不清楚 与小贩大人有关的叶家 究竟是什么来历呀 毕竟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时光如水 让庆国的太多人 都快忘了那个金光闪闪的名字 叶家都不知道啊 年长一些的人们开始轻蔑地笑了起来 果然是胡子没长期的小子呀 连当年威名赫赫的业家都不知道 都觉得有必要给对方上一堂课 业家 就是当年的天下第一伤 就是那个做出玻璃来当银子买的业家 周年人悠然神往地说道 有人表示反对 认为这个侧重点没有说清楚 这业家呀 就是那个做出肥皂 香水的业家 这个香水已经停产十来年了 估计你也没福闻过 就是那个什么 唯一能做出烈酒的业家 又有人补充道 就是当年提供朝廷一大部分军械的业家 我说你知道内裤吧 知道咱大清朝每年花的这么多银子 打哪来的呀 周年人只笑道 就是内裤 从北极 从东夷 甚至从海上挣来的 而内裤是什么呀 不就是当年老业家的产业了 提问的年轻小伙子瞠目结舌 张大了嘴巴说道 哎呦天呐 居然这么厉害呀 那位胆子最大 直指朝廷 殷夺家产的书生 摇头冷笑道 哼 业家如果只是商人 哪里能发展到当年那等规模呀 如果他仅仅是位商人 又怎么会被灭了 中年人好奇的说道 哦 莫非 兄太知道什么消息 叶家呀 据说 与监察院 关系匪浅 监察院当初 出社之时啊 听说一应镜像 都是由叶家提供的 当然 这也只是传说 书生 摇头晃脑叹息道 中年人沉吟少许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向四周说道 我说 诸位啊 你们可还记得 监察院门口那座石碑啊 中人点了点头 忽然间灭色一变 想到了什么 齐齐惊呼起来 说道 哎呦 难道那对话 那个叫叶青梅的 就是叶家的女主人 书生呢 也是面色微变 叹道 哎 难怪啊 难怪 难怪小范大人 宁肯舍了轻轨文明 不惜误了己身 便要进监察院做事 只怕 他很清楚此事啊 咦 他惊讶着说道 小范大人 起初暗为监察院提思 这事一直透着分古怪 难道陈院长 他早就知道了 话还没说完 中年人也是 荒极无比的 端了个酒杯 塞到他嘴边 堵住了他接下来的话 书生一愣之后 也是游子后怕 庆国 民风淳朴之郎 百姓世子们 不怎么害怕百官 也不怎么害怕 小范大人 不然怎么敢在酒楼上 大谈他的八卦呀 唯独对于 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却是 人人拒之如鬼 不敢多谈 酒楼里 终于真正的安静了下来 众人开始饮酒食材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听着角落里 发出一声惊喜的声音 众人一惊 抬头望去 发现正是先前 不知道 叶家光辉历史的 那位年轻小哥 只见他站起身来 兴奋无比 手舞足蹈地说 哎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这叶家来了 我想起来了 叶家呀 就是那个 钻二贴脚的 那个叶家 众人哈哈一笑 不再理会 其实对于 庆国的 大多数百姓来说 叶家已经变成了一个 骨子堆立的名词 没有人会刻意 在记忆当中 保留它的存在 就连这一时居酒楼上 侃侃而谈的众人 如果放在两天之前 也许都不会记得 叶家给 庆国带来的 诸多变化 只是 范提斯 乃是 叶家后人的 传言入京之后 众人谈论太多 这才逐渐唤醒了 他们 沉睡之中的记忆 才开始 回忆起 叶家出现之后的 庆国 似乎 与叶家出现之前的 庆国 有太多 太多的不一样 也许 只是那位府上小姐 开始怀念香水的味道 也许只是城门 手足 洗澡时 系起了肥皂的妙用 也许只是一位军人 看着手中的 弩箭发呆 也许 正在北方上京的商人 用绸布 仔细擦拭着玻璃码 也许一位 诗人 大罐烈酒 心中 生出无穷快意 也许 是那位监察院的老人 掀开黑布 看着世间的一切 也许只是一个年轻人 记起了孩童时 发的第一个爆竹 总而言之 因为 关于范贤绅士的传员 人们开始 因为这样 或者那样的原因 开始想起叶家 范贤走出门外 迎着冬天难得的暖阳 伸了一个懒腰 面上浮出清爽的笑容 因为这件事情 他不方便再回苍山了 依照父亲的意思 范府上下装作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淡然地注视着一切 迎接着四周的窃窃私欲 郑子越走了过来 将今日的怨报 以及企年小组 私下的情报 递给他 范贤就着阳光 略略看了一遍 问道 关于那个传言 心中百官 有没有什么动静 郑子越用余光 偷瞧着提斯大人 那张镇静的面孔 心中好生佩服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还这么沉得出气 难道大人 就不怕宫中 马上派人来补你吗 他是不知道 范贤在苍山上的焦虑模样 不免更高看了大人一层 在初始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 邓子越 以及监察院内的所有官员 与一般的百姓 同样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但稍一丝拙 众人便发现这个传言 虽没证据 但和范提斯入京后的 所作所为一衬 还能让人相信 如果不是叶家的后人 院长大人 为什么会如此疼艾提斯 如果不是叶家的后人 范上书 为什么会一力筹划着 让自己的儿子去接受内裤 这个烫手的伯伯 没有什么大动静 邓子越被圆上的阳光一晃眼 才从走人里边醒了过来 告了声醉 然后说道 客服上的消息很清楚 独察院那边 已经在暗中联络 不过上次他们吃了一个大亏 这次似乎有些谨慎 反而是别的几步之中 有些官员开始蠢蠢欲动 不过传言毕竟是传言呢 没有真凭实据 他们也不敢写走章说什么 一切都还是在暗中 凡贤问道 是东宫 凳子越摇了摇头 与东宫交好的官员还在观望 不过 昨天有几位大臣夫人 入宫拜见了皇后 他们回府之后 那几位大臣私下眼见了面 至于说了些什么 没有人知道 皇后 范贤皱起了眉头 叹了口气 心想自己还来不及去找对方麻烦 难道对方就要主动找上门来 皇后自然会暴跳如雷 太后 又是什么想法 直至今日 他才发现自己手头上能用的力量 除了五竹书和那张最后的底牌之外 其余的都不怎么保险 如今这局面 就算仗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陈平平与父亲的谋划 安然度过 可是以后呢 事态总是要控制在自己手中啊 才会放心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皇宫之中 寒光殿内 皇后满脸泪痕地坐在太后的床边 手中握着那位老妇人的手 淒淒惨惨地说道 姑母啊 你可要为孩儿做主啊 太后叹息了一声 说道 怎么做这个主啊 皇后咬牙切齿地说 我往常便瞧着范贤有些心惊肉跳 若今终于知道 原来她是那个妖女的儿子 皇上 皇上她好狠心 居然瞒了我这么久 居然那个妖女 还有后人 太后摸了摸皇后凌乱的头发 安慰着说道 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 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那小子你也见过 皇上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名分 你争来争取 又能争出个什么所以然 此时寒光殿内一片安静 除了红老太监似睡非睡的守在门口外 所有的太监宫女离这座宫殿都离得极远 想开 皇后悬然欲气 眼角的皱纹献了出来 父母 难道你忘了孩儿的父亲 那可是您的兄弟呀 虽然皇上他一直不肯说 但哪有猜不到的原因呢 不就是为了当年杀死那个妖女的事情 他一直记恨在心吗 一听皇后说了这句话 太后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勉励从床上坐着 立声说道 住嘴 这宫里 你应该叫我母后 而不是姑母 当年的事情你还有脸说 你不知道吃哪门子的飞从 居然缩使自己的父亲 去做那一等样的事情 杀人绝户啊 皇上数月前才告诉哀家知道 如果不是范贱家里人之鸡的快 舍了几十条人命 你不止要杀那个女的 还要把范贤给杀了 太后将脸凑进了皇后 冷酷无比地说 不要忘记 范贤虽然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但她骨子里流的 却是皇上的血 不论她身在何处 她总是咱们天家的血肉 你想杀死她 也得问问 艾家是什么意思 皇后心里大了个寒蝉 涌出无穷的巨异 痴呆一般看着太后那张 正义凛然的脸 心想 当初杀进太平别院 难道不是您老人家默许的吗 怎么这时候却不肯承认了呢 似乎猜到皇后在想什么 太后面色稍稽 淡淡说道 有些事情 不能说的就一定不要说 带进土里去吧 皇后啊 怒意充斥的眼眸 一声不响地看着太后 极为无礼地说道 原来 原来堂堂太后 也怕自己的儿子 太后寒芒一般的目光 盯着皇后的脸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是怕 是爱 爱着不舍地在看着皇上 如当年一般的悲痛欲绝 更不愿意再出一次京都流血夜 皇室血脉本就单薄 王宫贵族们更以折损大半 再也经不起这折腾了 皇后待坐板上 忽然神经质一般 痴痴笑了起来 肩不去折腾 我那可怜的父亲 你那可怜的兄弟 就这么白白死了 范贤是夜妖女的儿子 朝廷却不给个说法 就这样任由朝野议论着 夜家是什么 夜家的罪名可是谋逆啊 难道你就不担心 皇家的颜面全都丢光吗 太后缓缓地说道 你累了去歇息吧 至于范贤 谁说她是夜姑娘的儿子 埃家根本不信 至于这天下渔民百姓们 爱说就说去吧 皇后终于绝望了 摆凤裙袖内的双手紧紧攥着手帕 强子站起身来 对太后行了一礼 便转身往寒光殿外走去 将要走出殿门的时候 太后寒测测的声音响了起来 听说最近有些大臣 有些大臣夫人时常到你宫里坐 马上要到年节 宫里的事情多了起来 你乃是统领六宫的国母 不要总操心宫外的事情 就这样 去吧 皇后反身再行一礼 臀脚带着一丝冷漠的笑意 告辞而去 去看看她 这些年 她的脾气愈发古怪了 太后坐在床上 颤抖的手 勉强将发上的银丝拢到一处 吩咐身前的红老太监 别让这些事情 烦着皇上的心 红老太监应了声势 便如鬼魅一般 离开了寒光殿 殿门吱压一声 得到了吩咐的太监宫女们 赶紧入殿 侍候着太后老人家 宫女拿起梳子的小手 缓慢而小心的 在那片银发上移动着 太后忽然冷哼一声 一掌拍在了桌上 梳头宫女 背着声音惊得手一抖 扯落了几丝银发 她看着梳子上的法司 吓得魂飞胆丧 想也未想就跪了下去 连连磕头 不敢说什么 起来吧 太后半闭着双眼 说道 哀家 不是那等不能容忍的老怪物 她强行压下心头的愤怒 却是许久不能平静 皇帝来请她压制皇后 是因为在京都流血夜后 相关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只有皇后才知道 当年叶家那个姑娘 与皇帝之间的真实关系 也只有皇后才知道 范贤的真实身份 如果任由皇后乱来 不知道那几个皇子 吓死之后再行转回来 会接着做出什么事情 一想到叶家 太后的太阳穴处 开始一股一股的跳动 一道辛辣的痛楚 开始染开 太后一直认为 当年叶家的那个女人 是会缠绕着庆国皇室 无数年的一道魔咒 没有想到 果然印了这个想法 她居然给皇上留了个孩子 太后有足够的能力 来应对这件事情 不然当年叶家也不会覆灭 当年的事情 给老妇人留下的印象 也足够恶劣 当她从皇帝的嘴里 得知真相之后 一想到范贤的母亲姓叶 头颅便开始火辣辣的疼 所以范贤数次入宫 她都鄙而不见 因为她不能保证 自己能够表现出 一位太后应有的慈祥 在如何处理范贤的问题上 她与皇后的想法 却是有着天差地别 对于皇后来说 首先范贤是叶家女子 生死仇敌的儿子 但在太后看来 就算那个叶家女子 再有千般不是万般罪过 孽坏朝纲 但她生的儿子 毕竟是天家的血脉 是自己的亲孙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